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晦气 竟然不把老夫放在眼里 动手 你还有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不信 答应 兵家上下三十五口 也不会答应 我临好悔了 两年前的血债 我会让那些人一亿偿还 店主 查清楚了 两年前就您的那个女孩 为了不透露您的下落 对王家人百般折磨 不仅毁了她的脸 还废了她的心智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从这儿出去 可以靠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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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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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该死的吃梦家门 给我通过去引醒口的 啊 啊 不是你的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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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回去吧 近日血神殿蠢蠢欲动 需要你回去镇上 可是店主 这是命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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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 您今天竟然跟他吃馒头 对他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 就是王少 您就是心底太善良了 要是我 直接扔蠢欲也让他自生自灭了 好戏才刚刚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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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 啊 他能挤口才能把这个劲 吃完 你 王少 小弟和不清之强 还希望王少能个成全小的 说 小的 事情没有成为你人玩 你不会要对这个臭气 群天的贱人下手吧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我给你吃饭头 不要打雨嬌好吗 不要打雨嬌好吗 啊 我给你吃饭头 就是浪赛啊 你敢动他 我让你生不若死 从哪儿钻出来的臭 肯在爷爷这儿放屁 不要活了 你知道你再跟谁说话 还生不若死 把小说看多了 给你三个说 可以莫跪下磕 要不然什么呀 我以前老子呢 你也不思考 放掉这儿自己是个东西 还要为这个风女人下队 来到处 123 来来打老子打呀 这 吓他 好废 我给你个机会啊 我擦是你自己不珍惜 啊 啊 敢怕我的 人 怎么了 敢动我林皓的女人 我看你们才是不想傅 好 好 我说怎么看这么眼睛 原来是两年前的那只 是吗 在外面当流浪狗牛肉就说じゃ够了 想回来找啊 我问 你敢有一句假话 我让你后悔收紧 你说什么 你们听到了吗 他想让我后悔生下来 你默示什么声 是吗 谁让这个贱女人 两年前不把你的下落说出来呢 寻常的皮鞭抽打都不管用 然后我就解针刺穿我的指甲面 结果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所以太阳了 然后我就让管家 反费成了傻子 你都是实着 林浩 你用这么冷淡的眼神看着我 不会是想对我动手吧 恭喜你 罗队了将灭费掉你的手 就凭你这条上天之犬 给我上弄死这个废话 你跑什么回来 不该有我们死 你好 你跑什么回来 你要干什么 王家的嫡子王家的少爷 我 王家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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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让我杀了你杀了你 你个猪神 你个王花蛋 你个砸碎 你个砸死的 你折磨了你梦里 就这么让你死 太便宜了 我一直告诉王家 我林浩回来了 来清算两年前的旧照 我会让你们在 决王中 一点点死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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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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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摸八头 不要打一摸 不要打一摸 我给你吃饭 吃饭饭 就不要打一摸 好吧 吃饭饭 不思起啃 天边兴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没有人在那欺负你 没有人 都毕竟回想 那年是 你贪心 你是好人 那些好时光 大哥哥为什么是好人啊 因为大哥哥 不会打我 这羽毛抱抱 你妈好开心啊 我 我 就没有人抱抱你妈 心疯狂 野猪狂 我 你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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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生过肉酸 哎哎哎 哪儿来的臭乞丐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赶紧给我滚 我带我女朋友来洗澡 就你们这种虫逼 也被来这种地方消费 赶紧给老子滚 要不然我就动手了 臭 我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看 哟 你小子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魏先生的地盘 魏先生 懂吗 他可是神龙殿的客亲 敢在魏先生的地盘闹事 你不想活了 有人弄事 有人弄事 都给我过来 小子 你是不是挺能打啊 来 再给我嚣张一个事实 再给我嚣张一个事实 想对我动手 考虑去扶 就你这种咬死 哥几个随便收拾你 给我撤 您好您好 你真是好威风啊 敢在魏先生的地盘撒野 你好大的板子 魏先生 他又是个什么东西 真是不知者无畏啊 魏先生乃是神龙殿护法兵凤大人的心腹 如此大人物 我王家都要毕恭毕敬 至于你 他动一动手指头 就能把你眼粉身碎骨 看来这魏先生倒是很威风 谁这么大的板子 敢在我们的地方闹事啊 胡将冥 就是他 小子 打断自己的双腿 否则 今天让胡 胡将冥是吗 我只是想带着我这位王妻洗个澡 停停停停停 我没有耐心听你在这儿胡扯 现在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 打不打断自己的双腿 看来你胡讲的 是不打算讲道理了 道理 在这里 老子就是道理 你很嚣张啊 林浩 你这么什么东西 真以为自己很能打就了不起了 是吗 老子告诉你 你在老子眼里 就是一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 你很在乎叶宇墨这个剑语人是吗 老子待会就把他洗干净了 当着你一面 让这些保安 把他轮流送上街 你知不知道 自己还中死了 我觉得 王少这个提议 非常不错 你 你干什么 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我说了 再敢多说一句 因为少爷也保重 我这个人 像不来说 胡教练 就为了胡教练 小子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或者背后有什么来头 今天 你要是敢动王少一下 一下 我保证 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 最不喜欢没人危险 这个 啊 啊 来人 让王少抬进去 等会 我让魏先生亲自给他治疗 小子 敢在我的面前动手 我都开始背负了 背负 就好好归 你一身 喝口用酒 我要是后悔了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小子 年轻 细瘦是好事 只不过 松露 必要 必然 你带来灭顶之灾 你我带来灭顶之灾 就 淫淫 动手 我不想看见这个垃圾 动手 谁在那边想法 找到我为何老师了吗 建国卫先生 建国孙神医 吴经理 吴经理 我需要一个解释 啊 魏先生 有人在我们这里闹事 他不仅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 还费了王少的双腿 是这 他还不把我们当回事了 谁这么不开意 就是这个小子 小子 见到魏先生 还不赶紧下回客套 小青长就咬着搬家 我贵 魏天皇 建国殿 林先生 你 魏天皇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威胁 就连我 也不打算放肃炎 李先生 都是我的错 是我 于下无方 还请李先生重罪啊 可年轻人 到底是谁 李先生 我永远不是太山 我求求你原谅我 李先生 我就是一条狗 以后我是你最终成的狗狗 我 我 李先生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李先生 起来 我不想再看你 好 你 我会这样 你会这样 李先生 你 你里边去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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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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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殘忍的手法 到底有多大的仇怨 要是如此不符 这是十传已久的 夺命十三针 总就是救人呢 神鬼出 阎王碧 林先生所用的 不是夺命十三针 而是神鬼七针 只不过两者的行针手法 略有些相似而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神鬼七针已经实传三百多年了 天皇 你知道老夫一生都在寻找 一世尊法 所以就来老头子寻开心是吧 哎呀 孙老爷子 我一身的医术 都是林先生所教啊 我怎么可能去骗您呢 是他还教给你的医术 没错 你觉得医术 不在我之下 那岂不是说 这小友 他的医术 在我之上 那神鬼七针 也是真的 哎呀 是真的 是真的 啊 啊 李先生 夫人怎么样了 你莫不光神之受罪 就连经脉也锻炼了步骤 五脏六腑更是为一 这帮处伤 我要让他们 这代价 林先生 有任何需要 天华愿意随时 庭后吩咐 帮我照顾好女伙 万分差所便 林先生 请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夫人 老师 林先生 您刚才所用 可是神鬼七针 是 土日孙青山拜见师父 就是个人 土日奉家主一命 寻找神鬼七针数十年 今日得见 想得此征伐奥妙 所以想拜您为师 我现在离开 我现在离开 啊 啊 啊 我怎么在这 我还 我还 什么人 你敢闯我王家 林家离铬 后来王家 请两年前灭门 少爷 少爷 少爷死了 少爷死了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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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是谁 是谁吓了我孩子 是谁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你敢杀我儿子 我必将你碎尸万断 只是死了一个儿子 你就受不了了 那么当初 你们几家连起手来 少林家三十五口的时候 可怎么考虑过我的干涉 是你 两年前的那个孽总 您 两年前那笔血债 是受伤了 来人 谁杀了他 老子给他三千万 我上 是 是 黄天朝 明年今天 就是你的今日 两年不见 你小子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哼 不过 即便如此 今日 你也死路一招 你是叶家当年那个小畜生 想必东西就在你身上了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挺好了 老子乃是血神殿使者 雷庆 你是血神殿的人 怎么 怕了 王天朝 你真是好大的短子 竟敢勾结血神殿的人 哼 死到临头 还敢如此嚣张 雷使者 还请您 将私自斩杀 在本座眼里 他不过只是一只蚪蚁 雷使者 雷使者 你你怎么了 他已经死了 雷使者有猛无敌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有什么意愿吗 你不能杀我 你要杀了我 你这辈子都比想知道谁想针对你们林家 什么意思 想灭掉你林家的 你另有其人 我们 是不过是掉些木屋罢了 说 你必须得保证 你不杀我 我才能告诉你 我才能告诉你 要不然 你辈子不必想知道 是血神殿 要灭你们林家 至于原因 是他们看上 你们林家的一样什么东西 似乎 似乎是一块玉 小浩啊 这是咱们叶家的主传之宝 里面 有大秘密 记住 不能让人家知道 你身上有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 会惹来杀身之祸呀 你明白了吗 爷爷 我记住了 好 想不到 我林家被灭 就会是因你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大英伯不杀我的 对于敌人 从来不会尽此手软 你 你死了 只有尝 谢神殿在荣城的奔朵子 一分钟之内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死伤过来的 我是来忙 果然是来找事的 兄弟们 快给我上 龙下长长我去 打算干什么 自然是灭了一半 怎么可能 微景宗师敬虔 在整个荣城都显有低伤 竟然有个充足不愈可见 这您先生到底是谁 你 你们多数在哪里 不知道 不说 你就得死 让他欺负 血神殿客厅 你找大的高胆 也是这个 血神殿十二分度 害竹 小子 你知不知道 你少想掏天大祸 掏天大祸 什么掏天大祸 如我克星 等同于如我血神殿 死乃 碎 哈哈哈 你们血神殿 在我眼里 也不过挥手极 就凭你们这几条杂鱼 也妄想烧我 你杀人 真是狗蛋的狗蛋 把你给我今天就张到嘴上 然后报十七日 让所有人都看他 用血神殿造成的下场 这死乎的东西 你说 说 你们店主 在哪里 那就说 说去去去去 你 谁是100名 是什么的电阻 最后一遍 你们电阻在哪里 电阻我不知道 那你也可以死 等等 我说 明日 这准备护法会列临荣誠 在天明楼提办宴会 这时荣誠 各个家族都会想讲 说得很好 我奖励你一个痛快 不够记住了 小辈子 列子进入龙国境内 拜训陈护法 诸位 请吧 陈护法 欢迎您 历临荣誠啊 您要是有什么吩咐 我当 随时听命啊 哈哈哈哈 陈某此来 只想要各位一个探 陈护法您说 我们大家 能办得到的话 绝不含乎 各位 当真 当真 好 那你们就听好了 本护法奉命 要融同所有大家 陈护法 您这 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您看看我上去看了 陈护法 我们愿意帮雪神殿 可是您要这样说的话 那可是有点 怎么了 不愿意 我告诉你 能给我雪神殿 当走狗 那是你们的荣性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归在我面前 誓死笑中 否则的话 我 陈护法 我们敬你 是雪神殿 护法 所以才对你恨 我执意 要羞恶 我们也都不是好欺负的 张仁龙 老钱 他什么时候成你的人了 哈哈哈哈 老江的实力强悍 他在荣城的实力 可以排入前三 陈护法 若还是咄咄逼人 行怪我 与死亡国 与死亡国 哈哈 你也不三方 你要找他 这是 算什么东西 这老 我给你 这些 张仁龙十年前 硬气控就接近五体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 被人打死 这这 你别过来 你 啊 啊 啊 现在你们还有谁敢反对 哎呀 来叫声狗叫 听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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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从今以后 荣城所有大家就你说了算 要是谁敢不服 就是跟我陈东过不去 就是跟我学陈殿过不去 早点这样不就好 嗯 嗯 文婚华为你们一件事 臣夫啊 您是说 嗯 昨晚我雪神殿分夺被灭 你们可知 这是谁人所做 什么人 既然如此大胆 连雪神殿 都敢冒犯 之前 柳家被灭 昨晚王家也被灭 竟跟着 雪神殿分夺 此人 似乎是针对护法 你们啊 灭我雪神殿分夺 此乃此罪 你们现在给本护法去查 查到 本护法重重有杀 不用查 我来了 海珠 小赛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雪神殿徒手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如实回答 可活 否则 此乃 小赛 好大的口气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讲话 你小子 不管你是谁 胆敢在 陈护法面前 休战 你只有死路一条 陈护法 神威盖世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在 陈护法面前 大奉厥诀 实际了 就何方会在 陈护法面前 撞回 将来让你在无尽的 城堡中死去 我只问你一次 谢神殿总部 在哪里 哈哈哈哈 看来你还真没把 本护法发在眼里 行了 打费他的死质 别弄死 本护法有话 小子 不要怪我 不要怪你 你死不该死 他人 什么 你敢在否 命轻轻轻 小郎 竟然被一把朝 打得昏过去 年己情情 就拥有如此实力 还如此 这方的能力 谢神殿 你都不会 准备我 最后问你一次 谢神殿怎么播 好强 就连我也要坚持不住跪下了 回答我的问题 不知道 既然如此 你可以死了 既然把城护法给打死了 你简直就是疯了 我也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路苏 从点在哪里 大人 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都是地方的生命 既然城护法 也没去过 我们更是不知晓 那你们如何与总殿联系 都是总殿与我等 单独联系 我等所连 屈屈所持 还请大人手下留下 我不杀你们 维权 告诉全神殿 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在我身旅 滚吧 我让你们走了吗 您还有什么丰富 要是再让我发现 用力确实一定有人 好过此复 林先生 我找到能为夫人恢复神志的 药引线索了 你说的药引线索在哪里 念头 根据消息得知 这药引线索 估计 东家老爷子是头 我 这就带您去找他 天华呀 你可是好久没来了 是不是 把我这个老头子给忘了 哈哈哈哈 东老爷子 您 这可是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 把您给忘了呢 有什么事 新屋里说吧 来 哎 好嘞 东老爷子 您这事怎么了 无妨 老毛病了 就是更加严重了一些 什么 更严重了 我之前给您开的药 都不起作用了 魏先生 你的药可差点没把我爷爷害死 怎么 现在还好意思提啊 肥炎 小德无礼 爷爷 您先别激动 员先生 夫人药引的线索 还在口堂 您看 您能不能出手救救 没有问题 董老爷子 林先生的医术 十分的高超 远非我可比 只要他肯出手相救 保证 能够治好 您的完吉 魏先生 您现在是不是说话 越老越不负责了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能保证治好 我爷爷的完吉 魏先生 是吧 虽然我不知道 您从哪找了这么个愣头青 过来给董老爷子看病 但您要知道 就算要巴结 董老爷子呀 也不能拿他的生病来开玩笑呀 啊 你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跟我说话 我 听不好了 我可是荣城第一审医 孙青山孙沈医的 金传大弟子 张平 什么 是孙青山的地狱 没错 如假播放 那你 不认识我 哦 你你是那个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对我认识 小子呀 说话不要太过交流 你要知道 即便是你的师傅 站在我面前 也不敢这么做错 别以为自己有两个小弦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师傅向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鬼 就凭你 也配提我师傅 嗯 爷爷 张先生 快救救我爷 救救我爷爷 无妨 您看 此子的行人手法如何呀 看样子 似乎 有点门头 心腹气躁 南城大气 南城大气 你一个混吃混喝的骗子 你敢在这里挥烟乱雨 魏先生 我尊重您是长辈 但现在 我们董家不欢迎你们 还请你们出去 除了我 这世上没有人的进 我爷爷 还不需要你来救 哎 爷爷 怎么样 董老爷子醒了吧 你们这两个骗子呀 赶紧滚 行真有差必有道 别把 他们不信 走吧 拜拜 爷爷你这是怎么了 爷爷 爷爷你别吓我爷 张医生 张医生 你快打打我 爷爷这是怎么了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可是孙神医的青春弟子 你一定要把他都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办法的 好好好 随便你再两听就算了 到时候就说是那两 营养我师针 是能懂脑知道药医的线索 你如果不救他 这个情况 你干什么 你别碰我爷爷 我爷爷还不需要你来救 你再干错 爷爷必死你 你难道想看他死在你面前吗 你要比老爷爷的生病 你有学习这样吗 你有老师吗 你有学习策证吗 我林浩杀人无数 就人家无数 我是不是谁 你没有资格知道 再跟郭总一决 我已经让孙老爷子过来 我让他看看他到底交了一个什么样的弟子 你真是孙神医啊 天王老头子来了 这么着急找老头子有什么事啊 陈老爷子 您的这位关门弟子 对我们的林先生多有不尽 还请你 好好地管教管教 老头子怎么不记得手里做关门弟子 你是谁 你干嘛打着老头子的旗号 照遥壮兵 什么 他不是您徒弟 老头子的关门弟子只有两位 都在外游历 不曾来到农场 你 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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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笑话 还是我爷爷 宝阳 把他给我拉下去报答 你 然后 抓紧警察局 你 我 你叫下 孙神医 我爷爷危在旦夕 就有劳您出手相救了 有师父出手相救 必然能将你爷爷救 毕竟师父的医术 比老头子要强许多 您说什么 他是您师父 其实也不是 老头子一直想办他为事 但是他一直没答应 为什麽 为什麽 既然是孙神医盗 选不得去办事的人 我刚刚找罪了 到底是什麽样的存在 我 我 谢小友救命之恩 记得把你院子里这四棵树给扛了 否则你还会昏迷不行的 这是为什麽 这是为什麽 这四棵树的摆放 本没有什麽问题 但替于你院子的风水过去十分冲动 所以你经常噩梦沉身 莫名新风 更严重的时候 浑身麻痹平凉 脑袋更是像炸了一般 等我一下子 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 林先生 求求你 救救我妈 是非烟永远不识泰山 还请林先生 您能恕罪 起来吧 我会给你开药的 既然把这几棵树搞了 多谢林先生 对了 我有事要问你 林先生尽管开口 老夫叮当知无不言 不知董老爷子 可知道火灵芝的笑容 你知 之前倒是听闻过他的消息 但是我还不太清楚 这样 任先生 今晚之前一定给你一个答复好吗 那就拜托董老爷子 林先生的救命之论比起来不足挂齿 咱们会 咱们会 董老头 本上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董老头 本上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你要想想我董家的传家之宝 想我怎样不恨你 我师尊能看上你们家的传家之宝 是你们天大的荣幸 你看看两年前的林家 就是因为不听话 才被灭了个满门 不过可惜呀 小心让一个小人别跑 丑流芳 不要欺人太甚 我董月可不是好惹的 董老头 在我眼里 你不过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蝼蚁 那小蚁捏死你 依然很容易 那就试试 来人 今天 老夫让你们出不了这个门 董老头 你还真是蠢得可爱啊 贪了 你的这些臭鱼烂虾们 似乎也不行啊 带给你们最后的 乖乖的 那东西都走了 你们 也不知不知道 我月神殿的手段 真是巧啊 没想到你们也是月神殿 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臭臭 我就是你们口中 那个当年从林家教室逃脱 是你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今天是双喜流门啊 哈哈哈哈 据说这个处有风 是血神殿店中最疼爱的 实力强悍 您可要小心些 强悍 蜘蛛 蜘蛛狗 哈哈哈哈哈哈 蜘蛛 去把他干掉 要让他知道 德庇慕 血神殿下场 蜘蛛 动手 想要对林先生动手 请过我这关 天华 这才短短几天没见 你的实力就已经突破到了大宗师了 去之大宗师 也敢在本座面前受伤 找死 就是你这样的心 也敢来出风头 当真是没死过呀 没想到 大宗师也不是他的对手 把你的脚给我挪开 小子 你在教我做事吗 我看你是不知道马王也有几只眼吧你 最后一遍给我挪开 否则 否则怎样 你可能会死 好大的口气啊你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你竟然这么轻松就接住我这一拳 坐下 你只要让老子给你下跪 老子杀了你 要你这点事 你也敢在我面前 你老子杀刺 你这林家余孽 你这林家余孽 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样吧 你把林家的宝物交给我 然后跪下来 磕头任我为主 我便不杀你 如何 消除宝物 磕头求饶 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现账 我的东西 该不会还要对我出手吧 你觉得伤我 不服 不服死你 我的伤 我的伤 打完了吗 下面该活了 你给我伤他 我给老子杀了 废物 坏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小老 你上 我是你和他能唱我 就就冲上去 不是找死去是吧 出手 这林家余孽身材强 你不是这对手 小龙 你现在回去前置你的各位石秀 谁让他们来听说怎么样 这也算 打工一剑 要让他们知道老子站在这个手里 老子别在挖哪放 你没用的东西 你不是很能打吗 有本事杀了我 等你一走 我让整个董家灰飞也灭 我这就乱死你 林先生 血神殿现在势力庞大 十分恐怖 你没必要为了老夫去得罪他们 是啊 林先生 您弄死了他 血神殿恐惧会对您不死不休的 这下 您要是再想脱身可就难了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听到了吗 你要是杀了我 血神殿不会放过你了 不好意思 从血神殿灭我林家开始 我就已经与他们不死了 小子 快放了 楚少 楚家不会放过你了 血神殿我都不放在眼里 还怕得消神殿 你 你卷真的杀了不杀 哎呀你这又是何必呢 林先生 他毕竟是冲着老夫来的呀 我一血神殿不死 他楚流风不是最后一个 我回去报庆 告诉你们病毒过不了多久 我您好病人亲自 找你们病毒问自己 好大的冲击 你也不怕吓你自己的身头 再不管 你都得死 没有什么危险 天花生而伤我能治 师父 就让徒儿来吧 你这个不好啊 有大量部位冲击我们会索 好像是找雨漠小姐要来 你快 他就是 林家孽子的未婚妻 没错二爷 听说这小妞长得还挺不错的 就是半张脸被赵家女给毁了 您瞧瞧这身段二爷 把她带走 牛是谁 老公是你的情婚妻子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打 你 你不要打 你 老子现在被一个疯子打了 把我一起 哈哈哈哈 简直 没点不叫我呀 哈哈 你放开 你放开我 再叫 再叫老子弄死你 你们要把谁弄死 你就是人家的孽子 谁好 扔你手下的口 我做死不开 连我储家的人也敢伤 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胆子 放了你 我可以考虑找你小狗 小子 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吧 这个娘们在我手上 要是敢乱来 你也怪我不客气 等等等 我往前走 等我走 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让你偿命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简单死去 我会一点一点 慢慢的折磨你 让你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 你想拿走 赶紧跪下 什么鬼 来人把这狗东西给我绑起来 小子 人疯你也敢伤 知不知道那是仇家的少爷 学神殿的弟子 放了一摩 看来你还挺在意这个小傻子的 那正当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要让这个小傻子 在你眼皮子底下 受益凌辱而死 你竟然能挣脱 你竟然能挣脱 牵了以后的牛医生 让人放了我家里 要不然他也在死 让你手下的狗把人放了 不然我敲死 小傻心的话 小傻心 小傻心 你根本听见没有把人放了 小傻心 你把人放了 你还不快走 你还要要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挑衅我 在先又拿一幕微笑 你觉得 我会招待你 你想有什么条件 可以替我免作你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 荣有力丁 处之必死 写啥狗而已 你写啥狗而已 你也想怎么死 大哥大哥你走了 都想出大招让我做的 我我我就是小狗 你放了我狗啊 我 我 我 你爷爷爷 你 你放了我 我我保证 我保证这件事不会做出去吧 爷爷 双子的 你 我 你 你 就住 该死了 李先生 不好了 我外面 我外面有好多楚家歌手啊 没什么 大哥哥 大哥哥不要走好吗 你不害怕 大哥哥不走 小子我们家二爷在哪里 在阴潮地府等你了 你 你 你杀了二爷 你怎么敢 不敢 这世上 没有我林浩不敢的事 你杀了我少爷和二爷 就是天皇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你要把你的骨头一根一根拆下来 为狗 就凭你这些垃圾 还请虎王 是楚家 抓下这个小畜生 小子 你是自己乖乖跪下求饶啊 还是让我亲自动手吧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虎王 可是大宗师之上的天际高手 只要动动小手之动 就能把你的小树上 你的脸 炸都不上 什么货色 谁敢在我面前称王 当真是出生牛肚吗 老子都要看看 待会儿你的嘴还咬咬 虎王 完了 我们死定了 虎王凶悍霸道 这么一眼 就灭了一个武道协会 春家怎么把他给招来了 这些人都知道本大爷的命 还不赶快 跪下 你也不说 你去下面 为我二爷和少爷 唱嘴吧 我 你还等什么 大死吧 你没知 他活了 你 你老子 倒下 你想干什么 搞完了吗 天际高手 就这点实力啊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还不赔知道 但是 你马上就会死 别别别 大爷让你 大爷让你 我这是啥钱 帮人办事 我愿意悉心革命 抽营做人 我愿意当你身边的一条走狗 只要你放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让我的狗 不要咬人的 我的天 李先生 李先生竟然这么厉害 连活都救饶了 王辉先生 这他如此 曾经 无人不是一般人 小叔 竟然如此厉害 老东西 竟然敢无输 李先生 我开始活你 你这是要和楚家作对 难道不把楚家抱负吗 老东西 我会怕楚家抱负 你 我 你不得好 老东西 记住 下辈子 不要折你舍不起的人 带上这老东西 滚 李先生 您看我这条狗 咬人还行啊 不错 应该小事了 多谢李先生 多谢李先生 李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抽我小虎 我一定团脑徒弟 滚吧 不是 电竹 时间 叶小姐的脸 是赵家赵学会的 用的是腐蚀性极强的浓硫酸 赵学人在哪 赵学现在在皇家KTV 参加聚会 知道了 李华 大哥哥 带你去报仇好不好 需要去哪里啊 有馒头吃吗 那里有很多馒头 好耶 这里已经被苏少给包了 你们走吧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找谁 赵雪 赵雪是苏少的女人 你找她干什么 报仇 你说什么 报仇 让开 老子看你就是来打乱 可惜吗 给我教训教训 然后送到苏少的面前 你是 干什么的 我问了 你答 有一句废话我废了你 赵雪人在哪 看来是个来找事的 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方 赶紧给老子跪下 不然废了你 赵雪人在哪 人在哪 你想干什么 在哪儿 在最里面的 中的猫枪 看来苏少地盘闹事 看来你是活得不耐风啊 喂 波哥 这里有人闹睡 小子 你 谁呀 干扫老子们的性 你不想活 谁是赵 谁 不是 你是谁呀 这个小招 来找赵姐 哪里来的 来找赵姐的麻烦 我就是赵雪 你找我有事 她的脸 是不是你回的 对啊 怎么 你今天带这样一个第一阵远连过了 想来找我算账了 什么 她是个坏人 别个忙 我做好不好 真是个废物 小子 说什么 你到底想来做什么 找你算账 我没听错吧 你 就来找我算账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这小子是来找学姐麻烦的 找学姐的麻烦 这家伙该不会是喝醉了吧 学姐想要那么死的 那还不是分分钟钟的事 又是一个华仲取手的玩意儿 上一次这么嚣张的 请你苏少丢去河里喂鱼了 谁 来说什么 想找我怎么都算账了 一笔之道 还之彼神 小子 你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 你的意思是 今天 你也想毁我的容 是吗 是 小子 小子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你要是现在跪下求饶 说不定学姐 饶你一条狗 要是晚了 说不定今晚 就去拿去喂野狗 说真的 我真挺佩服你这个勇气的 但只可惜呀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靠勇气 人里的勇气 这样 我看见一眼末这个剑 我就放过去 只能做这么 你给我冲准 我就放 怎么样 你敢打我 你敢 别觉得敢打我 居然敢打学姐 你还厉害了 不知此活的玩意儿 兄弟 他打了学姐 今天必须让他知道 都不学姐的下车 你打了我 今天你跟那个贱人 你个都别想做出这么多小姐 我看谁敢动一笑 还敢 老师没用教训着你 老师不是男人 原来是个面家子 怪不得这么小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有多能打你 都够上 发生什么事 这小子来找学姐的麻烦 还打了学姐 你 打了我的女人 我哥 你知道 她不是赵家的早上名猪 更是我宋明的女人 知道 是不是有些不把我放在眼里 怕你 你笑你什么玩意儿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辱骂宋少 真以为自己能打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但是你给我听好 在这一亩三的地上 是荣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得给我握着 你很笑着 我很喜欢 因为我和你一样 但是我背后有苏家 有赵家 而你 除了你自己一无所有 我还有她 这个丑陋的傻子 你还真把她当成个宝贝 该不会是你这辈子 根本就没见过女人吧 对了 这傻子 全家都死光了 我一家都贵 还不知道吗 素少 你还真是高看的了 看不知一身地摊货 一看就是个土鳖 行了 小子 跪了下来把鞋锅填干净了 老子今天就留你一条狗病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不然呢 那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把你刚才说的对我做一遍 我可以对你的不敬既往不咎 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 老子弄死你 你弄死一只蚂蚁像子 懂吗 你是不是不知道 死就怎么写啊 什么呀 谁死我 才是一个打老子 打的就是你 不服 那好 好 老子今天又不把你打写八块 我就不叫书名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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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老子弄死 这个我都是居然敢打老子 把他给我弄死 这样太便宜了 我要您把身上的骨头给我一根一个人抄碎了 是 小的 大脑子 居然不够烧 老子今天就和我叫 你做人 没有可动手 哈哈哈哈 听到没有 这小子 他们脑子有毛病 还不悔 气 老子打的你妈都不认识 等等 谢谢 是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怪不得这么眼熟呢 你就是两年前林家那个侥幸逃脱的孽种 难怪 难怪你这么维护这个叶云 毕竟他是你的未婚妻嘛 啊 他就是那个小叶子 林浩林浩 你还真是成事 居然还敢回来 难道你就不怕王家和柳家把你给杀了吗 王家和柳家 你们听到他说什么 了吗 都听到了吗 他说他把王家和柳家给灭了 这是天大的笑话 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装逼啊 你知道王家和柳家是怎样的存在 那是戎城最顶尖的家族 是学姐 苏少家族还强得一流大雅 你不过是一条两年前的丧家犬 竟然敢在这大眼不擦 真是笑死个人 王家和柳家被灭世绝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了 他们是被我灭的 我怎么不知道 本少圈你还是老实的 不然的话 待会儿游泥好果子吃 烦不烦 最后我问你一遍 贵还是不贵 既然你一心找死 本老子今天就成全你 把他给我废了 原来你也是个不见棺材 不落泪的座 既然这样 我也没必要对你客气 你在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啊 我是赵家小姐 敢动动说的话 就与什么赵家为敌 就算是以全世界赛 你也要付出单情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扫开我 扫开我 扫开我 你要好好好 靓 lij스타 我要杀lerini 别弄这个衣服 忘烦队 别死吗 魔 直 我的 四 Bang 啊啊啊啊 疯子 這傢伙就是個撤頭撤尾的瘋子 不要命啊 幹這麼大學姐 下手居然這麼狠 人家都真的不怕趙家報復他嗎 你要你要適合點的話就放在這兒去 怎麼從我來 都給我起哨把他給我擋住 你倒是有點無情啊 快來啊 我告訴你 我乾爹可是我 他要是來了 絕對不會放過你 我 是你乾爹 對 沒事 他就是我乾爹 他要是來了 就算是出戰友是否尊敬他 要是動了我 就真的沒有活命的機會了 是嗎 哎呦 現在跪下到齊還來得起 不然都我乾爹來了 你得磨傷我孽 到時候 誰也救不了你 看來你也知道我乾爹的利益 趕緊跪下道歉 敏哥 我要他死 放心 雪兒 我今天一定要來想 負出血的代價 讓我負出血的代價 不然呢 我放了你 是讓你打電話叫你乾爹的 不是讓你在這兒要不贏的 你就不怕我趕緊找你辦法嗎 聽不懂我說話嗎 行 既然你不致死我 老子就放開你 喂乾爹 我在皇家KTV被人打了 對 我給他報了您的名號 他還辱罵你 好 我在這兒等你 趕緊馬仕再報 你給我等著 你們兩個全家死光的雜種死定的 我告訴你們 待會兒跟進一道 我就立馬讓他反覆他爭死 你不是就誤著他嗎 好啊 待會兒老娘就把他的衣服給扒了 然後賣到窑子裡去 我讓你親眼看看 你的女人是怎麼被別的男人給玩死的 他不是我乾兒子嗎 乾爹 你看看你乾兒媳婦 都被打成什麼樣子 我給他報了您的名號 他還誤了你 誰 打往乾兒子和往乾兒子起 滅了全家 是誰 站出來 是我 乾爹 你這位小子 打了我也就算了 他還敢誤了你 你這身體太肥了 全家死光的 我告訴你 一會兒乾爹就把你的腦袋給你下來 哈哈哈哈哈哈 看來你把我乾爹氣了 還不趕緊躲過來盜竊 還得死的很難看 我 搞東西 不是嚴重嗎 不是覺得自己很牛逼很能打嗎 來啊 現在再來打火嗎 你敢打火嗎 來打火 你敢嗎 我不敢 因為你就是個孫子 怨蛋 這麼小哎呀 我送你一巴掌 你現在居然還敢打我 等我跟你們打人 看你真是活你了 看你 看你看你給你面子 請你馬上說說下去呢 對對對 我要的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面子 你問問他 我敢給 他敢要 你 你中逼臭臭臭臭是吧 小婚你 啊 啊 乾爹 您是不是打錯人了 對啊乾爹 人家是跟你講我出手 他先打的你幹啊 你明天是 我和你很熟嗎 乾爹我 滾 啊 林先生啊 想你說罪 我不知道是您 所以牛犀都不會 你這個乾爹 似乎也沒什麼用 不想活了 敢當你 林先生 我錯了 我錯了乾爹 誰 我可以看你 滾 林先生 你有什麼神主情侯的說 只要小虎能做到 絕不看護 他剛才說要把我的女人賣到窯子裡去 林先生放心 小虎明白 來 把這個賤人丟進窯子裡 虎爺 我 我不敢呀 啊 這次是我女朋友 你問我這個對他 他是無辜的呀 無辜的 當罪林先生 無辜個B 你小子再敢我多說一句 欣賦欣 連你一起丟進去 沒什麼事兒 我先走了 林先生請慢 有事兒 有事兒 醫院 還請林先生銷納 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小虎的一片心意 希望林先生 屬下 下次再敢做這林先生 就算你整個素鴨也硬完蛋 懂了嗎 您好 請問兩位有什麼虛 一模 你認識我嗎 一個傻子來這裡幹什麼 空管 這不是你該來的 我們是來買房的 這就是你們銷售唯一的態度 對待來鬧事的人 我就是這個態度 怎麼了 你不服 我說你們兩個是窮逼 聽不到嗎 趕緊滾 不然我叫保安來了 我說了 我們是來買房的 就你們 一個傻子 一個窮逼 能有錢在雲頂山莊買房子 知不知道這裡最便宜的一套 要四百萬 撒胖尿罩著看看自己什麼德性 還買房 我呸 說人啊 哪裡都有狗眼看人 你媽誰是狗 是 把你們精力一下了 小子 就你這一身地攤貨 還想見我們精力 知道我們精力是誰嗎 是魏總面前的紅人 不是你這種貨色 想見就能見 魏總 什麼魏總 你連魏總魏天華的大名 都沒聽說過 你也真是夠咕嚕寡聞的 也是 像你們這種社會的底層人 沒聽說過魏總的大名 也不奇怪 趕緊滾吧 不然我真叫保安轟走你 原來你說的是魏天華呀 小子 你敢對魏總無理 看來不給你點教訓 真不知道自己姓什麼 保安 保安 孫姐 有什麼分數 這個人來這裡鬧事 還敢對魏總不敬 什麼 你好大的膽子 居然敢在這兒鬧事 還對魏總不敬 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訓教訓你 小子 知道怕了吧 你現在給我跪下磕頭 我可以放你嗎 不然的話 不然就把你們兩個打穿 那你就試一試 不知好歹的東西 上 把它打得貴 求饒威恥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李經理 您來的正好 這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家 回來這裡鬧事 剛剛還侮辱魏總是狗 什麼 小子 你又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東西 我沒說魏天華是狗 夠了 我現在 沒心子和你說這個 保安 把它給我轟出去 是啊 待會魏總要親自前來 為貴賓挑選別墅 如果讓魏總 看到這樣的底層人在這鬧事 一定會怪他們 你剛才說魏天華要親自過來 沒錯 怎麼了 那這 雲頂山莊也是他的場景 廢話 雲頂山莊 還是整個榮城最平均的路 除了魏總之外 還有誰有這樣幸福的參與 既然如此 那我就在這兒等著 讓他把龍王給我 什麼 我剛剛見 你讓魏總把龍王聽見 小子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本來以為你只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廢物 沒想到你居然是個腦子有問題的蠢 你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雲頂山莊的龍王多少錢 兩個億 廢物 這這麼多錢 你恐怕這輩子都見不到吧 還敢讓魏總把龍王讓給你 腦子有問題就去治 別在這里發病 你知不知道 最好對人客氣一點 不然一會兒後悔 我後悔 我看你是得了十七瘋吧 老年現在就讓你後悔 寶兒 你會把他拖出去 可可叫他 慢著 小子 聽你這口氣 似乎是認識魏總啊 認識 什麼 之前溫泉酒店的胡經理 就是因為得罪了魏先生的朋友 被趕出了中城 該不會 就是眼前這個家公司 經理 你怎麼了 那你之前去過溫泉酒店嗎 你說魏天皇你家嗎 去了 那 請問您姓 真是的 李經理 趕快把這個瘋鼻轟走啊 不然一會魏總就來了 李經理 李經理 你你打我幹什麼 打的就是你這個賤女人 經理 你你這是幹什麼 怎麼了 孫倩倩 你這個賤女人 你膽子不小啊 竟然敢跟一些人都敢得罪啊 老子差點被你給害死啊 李經理 你幹什麼話 我 我懂 聽不懂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被解雇了 管吧 李經理 不要解雇我 求你了 我要靠這工作吃飯 不要解雇我 求你了 求你了 李經理 別碰我 這個賤女人 晚安 把他給我哄出去 突然呢 你看我現在在開玩笑嗎 不要 不要 李經理 不要 不要 不要解雇我 林先生 我現在就帶你去幹個王 你這是我 之前在魏總那聽說過你 剛剛是曉得永遠不是實坦神 還請李先生不要見鬼 你剛才說魏天華要親自過來 對的 魏總啊就是要給您挑選別墅的 你這個傷還沒好 好好休息吧 你這個行李還不錯 我讓他帶我唱的王 他不會過來的 你帶我去吧 謝謝林先生 來請 林先生 我們這邊啊 裝修啊全部 而且啊 這個幕後全部都在 李先生 你怎麼來呢 我是來給林先生送藥的 林先生 還有這個 李先生 這個是我爺爺突然找到的火靈芝 您看看是不是 太好了 雲莫馬上就能恢復神志了 李先生您滿意就行 東西已經送到 那我就先走了 哦 對了林先生 您這邊有什麼別的需求的話 儘管提救室 我們董家 對您的需求一定是有求必應的 我已經很感激了 對你們董家 我十分感激 林先生您客氣了 那沒什麼事兒我就先走了 我 這是你哪裡 我 我這是死了嗎 怎麼會出現患者 你說怎麼會出現在我們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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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浩 真的是你嗎 不是 怎麼以後我們再也不分開 好不好 林浩 我真的好想你 快走 快走吧 快走吧 離開榮城 再也不要回來 他們會殺了你的 這些年 他們一直在找你 放心吧 再也不會有人找我們的麻煩 不 你不知道他們有多恐怖 他們的背後 有雪神店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組織 快走吧 走 你快走 快離開工程 滚啊 我找你回去 我就滚了 我剛剛說過 我們再也不會分開了 誰再來找我們麻煩 我讓他們不得好死 零浩 我沒有家了 我爸媽也死了 我除了你 什麼都沒有了 我會一直陪著你的 零浩 你看 我們的家 零浩 這是我們已過的房子嗎 喜歡嗎 這裡一定花很多錢吧 這比我們以前的家 要好花很多 沒花錢 別人送他 是誰啊 這麼大手筆 魏天花 不知道 他現在 是榮城首富 這麼厲害嗎 林先生 你快走 馬上離開龍城 寫身邊的四點鐘馬上就要 啊 啊 懂了 老東西 老讓你給那小豬手打電話 是讓你把他叫過來 不是讓你去報信兒 你就怕老子殘死你 林先生是我的救命的人 我絕對不會衝給林先生 你很夠力氣 但是你知道 你們 在雪上 這就是 乃 飛 你們協神殿作惡多段 只早有一天 你們會早報應的 哈哈哈哈 我們協神殿 讓我們 胡 這 廢話少說 要啥要刮七廳尊便 我只照相沒頭 我就不想懂 你很有骨氣 本店主很累 只希望你接下 繼續 爺爺 你放開我孫女兒 董老頭 你也不想讓我們把你孫女扯磨至死 我 快放開我孫女 要不然 我就算是做鬼也不會犯過你們的 我再跟你最後一次 被林浩打電話讓他滾過來 休想 我找死 爺爺 你們這些廚師放開我爺爺 有什麼廚話來你們別告我爺爺 你們爺爺還真是感情深厚 董小姐 你只要告他 我只讓他 本店主可以做這個 你也不想 讓你爺爺看不到明天的態度 哎 先別招呼 非煙不要啊 你就算是死 也不能出賣令先生啊 給籠子閉嘴 你放到我爺爺 我告訴你 當真 當真 非煙不要啊 你要是敢告訴他 我就沒你這個孫女 但我就只能招呼你一口 我 你 想讓我背叛林先生 做人要招救大夢去吧 你找死 我爺爺總想的教育 做人不要再強烈吧 該不會因為我真的要背叛林先生嗎 你 既然你們一心想找死 就怪不得我 爺爺 你們抖 謝謝 真是可惜 重新往後就再也沒有堵槍了 沒有 你下邊等著你們 哈哈 爺爺 爺爺 先走一步了 爺爺 你們這群混蛋 你們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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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恐怕你要失望 於是再做 你還在看 你們一定會為你們的行為付出代價的 付出代價 我現在就讓你付出代價 你們要是敢動手 我保證 讓你們整個血神殿 都化作廢墟 你是誰 他 他就是林浩 就是你殺了褲流峰 是我 那你知道不知道 褲流峰是我們殿的地 殺了 就相當於和我們血神殿宣戰 宣戰又如何 小子 我知道你很厲害 但是 我們復典主的實力是你遠遠無法想像的 如果你實相點的話 就趕緊把那東西交出來 然後跪地自裁 實實的話 必讓你死無造勢之地 廢話真多 這東西 你們想要 可以 先把人放了 好了啊 放人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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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想让这东西吗 自己过来拿呀 你 把这东西拿来 你 拿完了 我 我去吗 怎么不敢 小嫂子 把东西遮出来 就你这样的废物 别管我了 你不要去他去 你你这是好大的毒胆 敢当着我们副店主的面行动 你就不怕死吗你 别说是你们副店主 就算是你们宣神店的店主来了 我和我的口气 你知道我到底要说什么 你 你点真的敢啥的 有何伙伴 看来你是真扑着的屏幕 既然你一心想 那就快 说吧 还有什么意 哈哈 一眼 什么眼 既然你一心想死 那本店主 就成 我怎么再说 你竟然能打伤本店主啊 这很奇怪吗 店主的战力远远超越了战神境 世上能打败过来 只有电脑和神龙电脑 难不成 不 绝对不可能 没闻没了 说吧 是自己乖乖跪下磕头求饶 还是要我亲自 你 你 你 竟然连副店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怎么可能 难不成要店主亲自才行 是啊 本店主承认你有几分时间 但是在本店的面前 你依旧是楼椅一枝 啊 小炮自身气血强行提出力量 你这样 我会影响你 能够杀你 这就够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败给你这个黄光小子 怎么可能 接下来 我就要送你去阴草地 你居然敢杀我们苏天主 带上你的人 顺便帮我带个花 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让他血神殿 往回 你给我等着 我们的血神殿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吧 还好 都只是别晚上 休息这样就好了 李先生 抱歉啊 老夫拖你的后腿了 他们本来就是找我的 和你没关系 李先生 谢谢您 要不是您的话 我跟我爷爷 估计早就被那帮混蛋给弄死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我估计要不了多久 血神殿就会再找什么来 你们整个时间搬到云顶山庄上去吧 到时候相互有个照应 老小在那确实有两棟结束 但是很久都没有上去过了 那正好 您找个时间搬上去 等这段时间过了 再搬回来就是 好 对了 李先生 我明天有一场生日宴 还请您赏脸来参加 我一定会去的 老爷子 好好保养身体吧 我就先走了 有事的话 直接跟我说就好 好的 多谢李先生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为了 到时候我带你参加董家小姐的生日宴会怎么样 董家 你刚刚该不会救的是董老爷子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对董老爷子动手 不想活了吗 是血神殿 是血神殿 不用担心 区区一个血神殿 都有我们的欣赏 你 这不是一 末了啊 什么时候一个傻子也能混 一条连家都没有的野狗 也能来参加董小姐的生日宴了 郑少东 那谁是狗呢 呦呦呦 丑东西你不傻了 不过可惜了 片都被毁了 心情 你说什么 我差点忘了 当初你被赵小姐毁容的时候 好像还是个傻子 哎呀 哎呀 你好 原来你都不知道 谢谢你 我要是你啊 谢谢你 哪里还敢出来信你 你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毁容 我什么明明知道我毁容 他来要带我参加宴会 莫 你放心 我会让你恢复你以前的样子的 你想笑死我呀 我会让你恢复你以前的样子 不是哥们你是谁呀你 小子 你知不知道 他叫叶鱼墨 是个连家都没有的野狗 你对他这么好 该不会以前是他的甜狗 我说哥们啊 你这有些鸡不择食了啊 虽然这贱人身子还不错 不是但这脸 那晚上不会下尾了吗 啊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找死 哟 怎么 这甜狗是有点不服啊 老子说的不对吗 啊 干净 这有无线 你是什么 你敢让我 呀 怎么 你这甜狗我看是不知死活呀 还要打我 来来来 我就不信今天在这你敢打我 今天是董小姐生日 怕他为难我不打你 出了这个门 我让你知道侮辱你 哎哎呦 哎我好害怕呀 你真的好 好害怕呀啊 哈哈哈哈 哎你小子今天是否没睡醒啊 瞎光什么实话的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还不想让董小姐为难 你是想把我们笑 这人啊 都喜欢装逼 装逼没问题 但是装得过头了 对自己可能有半点 甚至还会给你带来灭点吃灾 要不然怎么说 祸从口出呢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这里不是甜狗跟野狗该来的地方 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一会儿把人来把你们轰出去 到那个时候你们想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张少 你看看那个蠢东西 好像要打死我 真是吓死人家 你小子真想动手是吧 你在这三分两次的侮辱我和羽毛 你知不知道 如果在外面你会有什么伤 吓成 什么象征 你小子真把自己当人物了吧 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 也幸亏是点头去 要不然呀 我早把你们两个扔到河里喂鱼去了 哎 要不这样吧 你不是喜欢任务吗 要不 确认他给大家跳一顿脱衣物 这就像怎么样啊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零号 特认识董小姐 一会儿等董小姐来了 你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感觉 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有点耳熟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他好像是前往那林家跑那个小杂主 哎呦难怪这么护着叶宇墨原来真是你啊啊 哈哈哈 是他小子你还真赶回来了你是真不怕死啊 我还真知道死字怎么行 零号啊零号 我忘了 真心很恐怖 让公开的给他起来 我还不是在这儿嚣张打护 我还不是在这儿嚣张打护 你居然敢打我 谁让你 尾巴不干净 狗东西 他敢打我 狂安 狂安 黄小姐 你有什么吩咐呀 这狗东西 居然敢在董小姐的生日宴会上放肆 根本就没有把狗小姐放在眼里 你小子 你招死啊 敢惹白小姐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来人来人 我好好正理他一顿 你们这儿自然真该好方管一下 看看这都让些什么人进来了啊 张赵 我呀 是想着来这儿的都是董小姐的朋友 就没过多检查 来来来 你看这小子一身地摊货 你让他进来 待会儿我跟董小姐说 你们让这样的土鳖进来 董小姐干什么 哎呦 张赵对不起 张赵对不起 是我的是我的疏忽 您呀 千万别给董小姐说 您这一说呀 我就完蛋了 愣着干什么 赶紧脱走啊 哎哎哎 愣着干什么 赶紧脱走啊 张赵 怎么了 就这么让你 实在是太强了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把他给我打残了 让他亲眼看见叶雨沫 那个见面跳车 要是叶雨沫不跳 那就把这个小打手给我打死 好 愣着他吗还不赶紧照做呀 张赵 这 这是你流点的 不是非要我在董小姐面前 你不是 啊 到时候我 都得 是是是 来人啊 把这个不知所动 给我带着赵斯里达 有什么冲我了 你对林后下手 休喝 你这野狗还敢跳出来 来冲你来 你以为你是谁呀 臭东西 谁让你当初做 老子对你五个年他妈一个笑脸都没有 听说 你还会被他打死 要我这柜里求饶 不错 不错 小点让这两个人吃 小点让这两个人吃 分不清楚这段情况 要不是在宴会上 你已经试一句 还是 你以为老子是被吓的 還弄著幹什麼 趕緊把他 他破了個打 是 這什麼事認不認識 縱上 你來的這個 這有兩個不知死磨的東西 在董小姐的地方上鬧事 敢在董小姐的地方 其實 難道這不怕 在榮城沒有利平之地嗎 縱上 是不是這個 剛剛還大言不慘的什麼 縱縱 你們說可笑的可笑 動手 等一下 宋明 見我一切 叔叔 您這是 你這是幹什麼 孫彭 上次都不理性 孫來想去 活生學都不安 趁著沒打聽您的祛福 沒想到 在這碰娘的爹 這簡直就是緣分啊 知錯能改 好事 宋少 他就是一條連家都沒有的野狗 您這是 張善貓 我看你這是活膩 連林先生都敢得罪 林先生 有什麼東西 那敢對林先生 怎麼弄死 武少 您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是我表現的還不不明死 對林先生 就是對 你要林先生 你要林先生的命 是打算以養我的命啊 姓氏的 老子敬請 蘇家人可你別太想 這可是董家的地方 要讓董小姐知道他們在這鬧事 董小姐絕對沒辦法 到時候我別說這兩條 也可就亂生意 你 死 完蛋 你是說我要完蛋是嗎 沒錯 你蘇明除了仗著自己家裡還能幹什麼呀 董家可不是好人的 廢話說的 你還真把自己當成董家人 你敢在董家地盤上囂張 我怎麼說你蘇家也算是到頭 哎呀 要是真撕破臉 我們張家也不是好事 蘇少 你可想清楚了 真要為了這兩條狗得罪了董家 到時候就算是你也不好交代了 林先生是乾爹忌惮的人 不如 多少一把 交代個屁 快多對林先生 松明你真是瘋子 行了 我來吧 你這個 我不管你在誰的背後上 你不管你背後的是你 是 今天晚上 你連想送給我燕會上去 你真要為蘇明里承諾有的 在董家面前的蘇家算個屁 說你怎麼會這麼硬氣 原來背後的靠山是蘇家 真是可笑 你根本就不知道董家是什麼樣的存在 你還真是不知道董家的恐怖啊 我告訴你 用來榮蟲的守護 我已經把董家先生 對董家也要期待他 你說的什麼東西啊 龍蟲先生還以後 我的確 李偉天華以後 原本以為只是個沒家可逸 沒想到 他是個自以為是的 啊 你知不知道魏天華是什麼樣的存在 你比魏先生還厲害 這些話怎麼寫的呀 你怎麼魏先生還厲害 那老娘 幾乎是比李國女王還要厲害 我說實話你們總是不相信 反而一次次的自取其辱 自取其辱 算了 幫我還跟你這種廢話說 說的再多 你也不過是一個垃圾 把 按照之前說的 動手的 我看誰敢動一笑 再趕我前走一步 就別管 我不給你贏 你起到現在還在裝屁裝屁 上啊 有什麼事 我來擔著 就怕 擔不住吧 就怕 你們擔不住 董小姐你可上來了 怎麼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對 招兩個不吃死活的東西 在你地盤上囂張拔扈 還打了我和白琪 你可替我們做主啊 董小姐 您是不知道 他們有多粗魯 上來就要打人家 人家給他們說 這是您的地盤 他們非但不收臉 還變本加厲 更可惡的是 這零號 自以為有蘇家在背後撐腰 對我們可是囂張得很 他忽辱您 甚至還看不起您 小姐 你可千萬不要 雖然他們太過分了 一直有罵力心上 我忍無可忍之下 才對他們有償 林皓 你剛剛不是囂張得很嗎 那囂張勁哪去了啊 哎呀 是不是看你董小姐來了 自己也就贏了吧 呀 也不知道是誰剛剛叫的罪婚 還要讓我們付出代價 什麼 光說不敢承認啊 不過也是 是讓他們這種沒有家的野狗 不信 只敢在嘴上說說了 哈哈 哎 你知不知道 你正在瘋狂挑釁你的體現 小姐 我就挑釁你怎麼樣 我還不信你敢當著董小姐的面打我不成 我還不信你敢當我小姐的面打我不成 我還不信你 我還不信你 我殺了你 董小姐 是吧 你在你眼皮前動手 完全沒有將你放在眼裡 是必須嚴懲 哦 那你說 我應該就不一種罵嗎 還有四肢打亂傷的荒嬌一種胃狗 那你呢 這樣也太嫌疑他了 我要把他渾身上下的骨頭全部敲碎 不要讓他親眼看著葉雲若那個賤人是怎麼被折磨死 董小姐 希望您能看在我們蘇家和我乾爹虎王的面子上 不要和李先生請教 蘇家虎王 認識 我明白了 黃安 把白旗跟張少東給我拖著 一個拉到荒嬌野裡餵垢 另一個 把全身骨頭給我打碎 董小姐 你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 董小姐 是他們對你不敬不是我們呀 不敬 林先生可是我總家的貴客 豈能是你們這種上不了檯面的人能隨意讀罪 你說什麼 兩條野狗 是你的貴客 還敢 玩 找嘴 是 土肥炎 希望他找人等我 你 你親人太神 我親人太神 是你們這群人長眼的狗東西三番兩次的無辜的先生 林先生可是我董家的救命恩人 我看是你們親人太神 林浩是董家的救命恩人 這 林浩是董家的救命恩人 哈 哈 他 他不過就是個喪家之犬而已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把他們給我拖出去 就愛找他們說的 出事了 我說 是 兄弟們 來呀 把這兩個不知所的我拖下去 林先生 我還是 這人 林先生 實在不好意思 這一切都是我的數 只是你的小差跡 誰是林浩 誰是林浩 你是誰 我只找林浩 你找他幹什麼 你不配真 你好大的口氣 不說是吧 一會我就讓你親自開口說 就是 果然非同凡人 七日之後 我們店主要見你一面 你是血神店的人 我是血神店奔舵舵舵 陳龍 這令牌 你拿著 你們店主要血神 七天之後 受我林家的計劃 告訴他 他要想來 就來林家林園長 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將我們店主的令牌捏碎 別說這些沒用的 我回去告訴你們 我去告訴你們店主 他不來也沒關 反正我遲早會損人 為我林家討一個功 好好好 小子 你游子 話我可以帶到 等見到我們店主的時候 希望你還能夠寫在我陷阱 林先生 要不您還是先離開這裡吧 現在中城有些危險 據說 血神店店主實力強悍 只有神秘的神龍店店主 才能與其一決高下 你離開了 我為什麼要離開了 林先生 您有所不知 當年 血神店店主一個人 就斬殺了很多的域外高手 那些域外高手 各個實力 都是遠遠超過戰神鏡的 他這樣的實力 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雖然他很強 但我並不覺得 林先生 我知道您的實力很強 可是 這血神店店主的實力 我們實在難以想像 您說 萬一您有個三長兩短的 這葉小姐該怎麼辦呀 正因如此 我猜 那 您的意思是 反正已經得罪了血神店 與其讓羽毛丹青說話 不如我直接把他們 電主給罰 您說什麼 您不用擔心 葉小姐 恐怕只有您能勸到了林先生了 林浩有他的選擇 我也有我的堅持 大不了 都一起去死 沒事了 我們是沒事了 林先生 既然您選擇跟血神店死磕到底 那 也算我董家一塊 不用謝 你這是 爺爺說過 如果林先生您選擇跟血神店開戰 那我董家 必定奉陪到你 看來我是 必須要成這個人情 你做的不錯 謝謝你 你 這事讓林先生奸笑了 沒關係 人之長情嘛 畢竟牽扯到血神店 也沒那麼容易的 難怪一直找不到 血神店總的 原來藏得這麼深 林先生 是有什麼事情嗎 沒事 我們現在有沒有回去 準備一下 其日後的經歷 林浩 你老實說 你真的能打敗血神店的店主嗎 可是董小姐說 他很厲害 甚至比戰神還厲害 畢竟 戰神對我們來說是有不可及的人物 相信我 一定會沒事的 店主 令牌我已經送到 只是 只是什麼 此人 此人囂張 把握 竟然將店主 您給的令牌 直接捏碎 還說 讓您七日後 到林家林園去找他 哈哈 倒是有趣 店主 店主 我看此人 根本就沒把您放在眼裡 他屢次對我們的手下動手 想這樣的人應該早期除掉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了 我現在倒是對這小子越發的好奇 短短的兩年時間 實力竟然變得如此強大 十分的古怪啊 店主 您的意思是 這小子還有什麼逆天的機緣 一定是林家的吊墜 這林家的吊墜 其中的秘密 就連我也十分的眼紅啊 那店主為何不現在出手 現在出手 這吊墜不就早些拿到了 還有七日 還有七日我會更近一層 到那個時候 就算神龍殿店主來了 也不是我的對手 恭喜店主 店主神威 所向無敵 行了 下去吧 七日之後 隨我去林家陵園 這一切 也該結束了 是 我帶著羽毛來看你們 你們放心 殺害你們的幕後黑手 馬上就會滾過來忏悔的 沒想到 你小子還挺有眼睛 既然連棺材都給自己準備好了 你們店主呢 先別著急 我們店主大人有大量 給你們一個自行解決的機會 你們該不會是 想要這個吧 我們就喜歡和聰明的人打吵鬥 把東西給我 把東西給我吧 免得 待會你死的太難看 把東西給你 小子 你別給點不要臉 讓你們主子現在就滾過來 要不然的話 待會兒你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好大的口氣 你還真以為你殺了我們副店主就很厲害嗎 我告訴你 我可是雪神殿十二分多之手 實力要比副店主強出許多 要殺你 一風三角 你口氣倒是不小 就試試吧 嘴硬 你想到 你這人這麼厲害 連我都不是你的對手 林先生實力強悍 又豈能是你這種阿貓阿狗能隨意放棄的 小妞 你罵誰阿貓阿狗呢 這兒除了你還能有誰啊 王子 我看你才是王子 你好 你可別得意太早 我們店主馬上就到 他要殺你 無圖殺雞宰狗 是嗎 你到時候過了呀 林先生 依我看呀 那雪神殿殿主 我怕不是見到您的神威之後 嚇得不敢出來了 啊 這 人家都沒人 還在 你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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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這群井底之蛙 見識到我店主的厲害了吧 店主神威 警察入場 所有項定義 照顧不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氣勢 哦 你貌我推 我们董家的高手 人在山下聚集 只要你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像血神殿这么 发起重包 就凭你们手上那几个杂谋 你想和我们血神殿的人交手 真是笑话 你们就要为两年前那场血管 小子 你口气倒是不小 看来你还不知道我们店主的厉害 小子 能挡住我的气势 说明你已经很强 更何况 你又这么年轻 今天 我可以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把林家的吊坠给我 再臣服我血神殿 我便可以饶你们一命 听到没有 我们店主大恩大德 放你们一条生路 林浩 该怎么选择 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 加入我血神殿 你便可以拥有享用不尽的资源 而且 还有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甚至 你我可以平起平坐 你觉得怎么样 听起来似乎很不错 只是 我拒绝 你说什么 林浩 你竟然敢拒绝店主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给我一个礼 理由 你血神殿作恶多端 早晚会付出代价 更好过 你我是不死不休的血仇 想让我投靠你们 奥离好当什么人吗 不吃死活的东西 竟然如此狂妄 店主 请您动手 将死人斩杀 小子 你可想好了 机会我只给你一次 否则 别说明天的太阳 恐怕连今晚的月亮 你们都看不到了 你可以试试 既然如此 那别怪我心狠手辣 店主且慢 嗯 店主 无需亲自动手 我们血神殿高手无数 只要你一声令下 他们 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就算他灵号再能打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店主 无需亲自出马 嗯 传我的命令 让血神殿所有的高手 斩杀灵号 谁能将灵号斩杀者 上亿风味 我看谁人敢动 我看谁人敢动 原方 你们神龙殿的人怎么来了 神龙殿 他们不是神龙殿店主的会侠势力吗 他们怎么来了 难道也是来帮你一些什么 爷爷 应该不是 据说神龙殿一直在调查雪神殿的人 如今雪神殿店店主出现 神龙殿的人也来了 冰封 你就是冰封 我手下的好几位舵主 可是死在你的手中 他们该死 林方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我们店主这样无理 店主 你们店主跟我们店主相比 怕是差得远 你的意思是 神龙殿主也来了 当然 哈哈哈哈 来得好 来得好 我倒要看看 传说中的神龙殿 到底有多厉害 冰封 你就别在这装了 这周围根本就没有人 他现在在哪 就在你们眼前 属下冰封 拜见店主 是你 神龙殿店主 爷爷 这是真的吗 林浩你 瞒了各位这么久 不是我问你 但是雪神殿清朝出动 我不得不报了声 你是神龙殿店主 我不信 疼疼酒消 朱邪辟业 这 这是神龙殿店主的令牌 你是神龙殿店主 怪不得你这么自信 原来你就是神秘的神龙殿店主 我的身份 没让你失望吗 果然没让我失望 但 却让我很认惊 我有话要问你 说吧 你是怎么知道 我林家传家宝一事的 哼 我雪神殿想查一件事情 就一定能够查得到 更何况 你林家早已没落 想查一件事情 那还不是手道擒来 那么被民汉 你准备好死吗 林浩 我承认你是一个天才 可是你始终还是差了一筹 想杀我 恐怕你还不够资格 是吗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入了无极境 现在的我 想杀你 如同踩死一只蚂蚁 无极境 很厉害吗 亏你还是神龙殿的店主 既然这么无知 我告诉你 就算在整个龙国的历史上 能达到无极境的人 也是寥寥无极 现在你明白了吧 寂静 能入此境界的人 都是有大机缘的人 现在 店主 我们恐怕 就是医生了 怕什么 就算他入了无极境 也不在不通 小子 我看你的脑子 真是有点不好使 我真怀疑你 到底是不是神龙殿店主 林峰 保护好他们 是 今日一战 既是你我之间的恩怨 更是 血神殿与神龙殿的仇 就让这一切 结束了 既然敢挑衅我们店主 小子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店主 小子 见识到我店主的厉害了吧 什么狗屁神龙殿店主 什么狗屁龙腾酒香 猪鞋屁翼 全都是狗屁 哈哈哈哈 林浩 你怎么样了 是不是很疼 我们不打了 我们不打了好不好 你都吐血了 怎么还没事 店主 我马上召集神龙殿百万大军 将他们镇压 镇压 等我们店主杀了这小子 到时候你们神龙殿就是一盘散伤 到时候别说镇压我们 能不能保重自身都是问题 哈哈哈哈 别担心 我没事 我答应过你 要一直在一起 我不会实验 这就是无极性吗 果然情悍 小子 现在你要投靠我还来的 要不要考虑一下 小 呵呵 那就太可惜了 看来今天 必说无疑 对你来说 现在是必死的局面 你又何必苦苦争取 好些 才刚刚开始 现在我也是无极性 并且 里面还有我临时死心 接下来 你准备好给我打死 哈哈哈哈 好狂的口气 你竟然也入了无极性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们店主 不是一直寄予我林家的 玉石吊坠吗 嗯 不错 不过这样才有意思 太过无敌的感觉 一点也不好 你很快就会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 哈哈哈哈 这怎么可能 人家团成已久的秘密了 果然强悍 这可惜不能回我所有 果然我就天下无敌了 哈哈哈哈 你可知错 当初你让人说我家人的时候 你怎么想我要这么一点啊 小杀变杀 何必那么多废话 犯你了吗 那个就是为你准备的帮你准备 哈哈哈哈 为美好 你可知错 我本人还一生 行事随心所欲 从不好回 那你就可以死了 这 不 你怎么可能 这一周怎么可能会输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这样干什么 我可是雪神殿的剁主 你别过来 你对他忠心怎么搞 稍后想去陪他吧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要去医院 行吗 是 真没想到我了 李先生 你竟然真的是神龙殿店主啊 是啊 李先生 您这房子还挺深的 大家都不知道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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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您们的仇 你好 以后再也不会 会有人 打扰你们的安心了 再过几天 我们就结婚吧 进行一场 让您见就会进行了婚礼 真的吗 真的 叶小姐 恭喜您 林先生 我老头子也想讨杯喜酒喝 放心吧 董老 我怎么会不请您呢 天皇 师父也快要回来了 新老头 你这还真是的 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管林先生叫师父 那岂不是 把林先生都给叫老了吗 你懂个屁呀 打紧了为师 这和年纪有关系吗 真是肤浅 等等等等等 你也真够无耻的啊 你们怎么来了 好 是这样子 林先生 今天晚上有一场 十分重要的拍卖会 还请您 一同参加 不许 我对那东西不感兴趣 这 师父 您可能不知道 这拍卖会上有 让师娘恢复容貌的药材 地址在哪 我一定去 好 来 先点 师父 台南会还需要我和田华去主持 那我们先走一顿 我们会儿再趟 哟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小子 少彤 这位是爸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那个野狗 哦 原来 你就是林家的余孽 看来你是已经忘记了 之前在小学生 你小子别得意的太早了 怎么 以为有董家给你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告诉你 我们张家前几天已经得到了血神殿的支持 别说是董家 就算是整个荣成的势力吧 在一块 都不是血神殿的对手 原来是有血神殿做支撑啊 难怪这么小张 哎呀 小子 等着吧 等拍卖会结束 看我慢慢的折磨 我要把之前的池 你讨回来 要不是看在这是魏天华的拍卖会 你现在已经讨过了 小子 孩子一定 待会儿就让你这个什么叫做饭 你不是老子 没事 待会儿他就知道 走 张家 咱们有什么样的下巴 好 这是大明时期皇宫流传下来的玉佩 起拍价三千万 每次价价不得低于一百万 我出三千万 三千三百万 我出三千八百万 五千万 各位啊 这东西我张家要订了 应该没有人和我抢吧 毕竟这血神殿 可不是你们能够得出来啊 还有人要加价吗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恭喜这位先生获得宝贝 哎 看来各位还挺给我面子嘛 不错 这份情我张某记在心里了 这是无道子真迹 起拍价五千万 没费价价不得低于三百万 各位 这无道子真迹 我想送给我爷爷 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吧 我出五千万 这位先生 您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合规矩 不合规矩 哪不合规矩啊 这大家都是自愿的 来各位 给这位美女说一说 你们是不是自愿不和我进家 听到了美女 大家都是自愿的 这也愿不得我呀 哎呀 感谢各位给我张家这个面子 以后各位有什么需求 我张家一定满足 各位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宝贝 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药材 它源自太行山脉深处 经过专家鉴定 它是拥有三百年年费的天山果 持有活死人 肉白骨之功效 起拍价 一个亿 就是到了 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这东西我张家要定了 你们都给老子安分一点 谁要是敢乱交价 一会出去别怪老子不客气 我出一个亿 张先生出价一个亿 还有要加价的吗 一个亿一次 一个亿两次 一个亿三万 这小子谁呀 这么大的胆子 敢得罪现在的张家 不知道 有血神殿正要吗 又是一个年轻人呀 恐怕 这场拍卖会结束以后 这小子 你就完了 你小子给我抢东西 拍卖场成功品 怎么 你想财归 这东西我势赛必得 我出六个亿 你等 十个亿 十二个亿 十五个亿 小子 你全家都死绝了吧 哪来那么多钱 各位 我怀疑他没钱在闹事呢 胡乱讲价 我要求验姿 先生 您不用验姿了 请收好您的银行卡 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验姿 你们是不是有黑幕啊 张先生 请你不要空口诬陷人 这位先生的卡 在全球有不过三张 您认为 十五亿他拿不出来吗 好 我说二十亿 小子 你要是再跟打的不是我张家的脸就是血神店的脸 懂吗 血神店 很狠 你小子 你小子真是不知啊 哎我告诉你 那血神店只要稍稍一用力 那你可能不知道吧 就在不久前 血神店店主已经被人给杀了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 血神店所向批评怎么可能会死 他被神龙店店主亲手给杀了 你们口中所谓的血神店不过是一群鸡瓦狗吧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他家伙 之前的东西你们自由拍卖 这一阵阵阵阵 会有用的 零号 你说 我的脸 真的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吗 一定会好的 时间差不多了 站下来看看 我听说 我听说是多了一些 打上女人 你妈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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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雨夜昏了 但以后会变增悠 我活不期的想知道的恩 最后的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